今天我们终于迎来台湾可以结婚了 立法院三读通过 司法院是自第七次八号解释施刑法 宣告同性别两人可以登记结婚 同婚议题历经大法官解释与公投之后 17号之天进入立法院的关键表决日 超野党团都发布甲级动员 捍卫他们所支持的版本 民进党团也微调了行政院版同婚专法 一个是大法官会议的视线 一个是公民投票的民意 这两个都是民主政治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 对撞 这个对撞在我们的面前 变成我们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处理 我们要拉近两边的距离 不过因为超野立委对于条文内容意见 张持不上 表决过程中除了有来自选区选民压力 还有党团压力 多数的民众是肯认家庭是由一南印尼组成的 将会被这个专法的制定而招致破坏 多数民众认为 这个还有在社会各界进行更多的讨论空间 用强硬的手段 要把台湾的社会抛到不可治的一个未来 台湾的社会未来的发展所造成的冲击没有人想象得到 遵照公投的七百多万人的意志 用专法不用民法 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必保障同性别两个人的婚姻自由的平等权 所以完全符合宪法 辖着席次优势 最后民进党团完成司法院 试字第748号解释施刑法二三读程序 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 三读条文中 除了规定5月24号起 年满18岁的同性两人 可以向护证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也明定双方需护父抚养义务 当事人可准用民法收养对方的亲生子女 也能成为对方的法定继承人 在收养财产继承以及子女监护权等部分 都准用民法相关规定 原事新闻喜故物流立法院采访报导